2024年村招注定是不平凡的一个村招啊 必将会载入签诗的求知史册 从二月末开始就陆续有些会员同学跟我咨询 就说offer被退回了 环境在急剧的变化 但是很多同学还沉浸在乌托邦式的那种封闭的环境中没有反应过来 拿到offer还想再看看观望观望 结果呢offer被退回 那咱今天就聊聊offer被退回的话题啊 插一句想做嵌入式开发同学可以关注主页或视频上文字 加倍入会员跟踪指导服务 目前已解决很多同学的学习求职发展三大问题了 有综合资料项目训练简历优化 无后续费用直到找到工作 那昨天一个东北的孩子啊 来经经济来求职啊 那他突然跟我说他的offer被退回了啊 那这个孩子能力是很不错的啊 符合我出的那个150天的计划训练标准 简历呢我们优化了好几版 工作长得也很好 他的学历不高 但是能拿到今年研究生水平的薪资啊 他最拿到这个offer的行业不太懂 所以就来来回回的多问了几次 可能也比较谨慎吧 其实呢他非常想去这个企业 因为工资高呀 行业也比较好 他问我的时候我是极力推荐的 我说你一定要去啊 咱去看一看 那结果呢 企业误以为他意愿不高 突然一大早上 AXR就给他发消息说offer被退回了 并祝他工作顺利 他一下就傻了 他跟我描述说 他看到这个消息的状态 他整个瞳孔都放大了 还挺形象啊 不过这个事情呢 结果不错 保住了 他说他这一天呢 就跟过山车一样过的 我也调侃了 我说你这段经历够你催着呢了 这孩子很稳当 也很善良 希望我能给大家提个醒 把这个消息提供给大家 就是今年不要太拖 企业真不惯着咱们啊 从聊天的内容也能看得出来 他是真的害怕了啊 事后还心有余趣 他跟我聊了好多好多 那个时候正好我在下班跑步啊 我步也不好了 我一直在跟他回消息 今年有些会员同学 offer退回之后呢 就再也找不到好的工作了 很艰难 很惨啊 有的呢 还是自己退的啊 那觉得想再看一看 这个我先不去 我再来个更好的 比如有些同学秋招找得非常好 结果不去 到今天春招一下傻 啊 再想找找不着了 那大家要清醒的认识到 今年的经济环境和就业市场 现在是一个以企业为主的买方市场 坦白讲 大家的能力还不足以被企业追逐 啊 说白了就是有您58没您40啊 环境好的时候 人家HR也没太拿咱当回事 何况现在这个时候呢 从春招开始 我就在各个视频中给大家忠告 就强调一定要今年降低预期 果断决定 不要吃这碗里的 你再看这锅里的 先入行再谋求发展啊 要清醒的认识自己的基础能力和学历 那在接下来的秋招啊 如果风向没有明显转变前呢 大家也要注意 接下来有offer 你要在保住职业和行业底线的前提下 只要和预期差别没有那么大 该去就去啊 该把流程走了就全部走完 企业不好啊 咱可以骑着招马 但是要先把坑站上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 最后呢 春招见落 接下来是真刀真枪拼技术 拼项目的社招市场了啊 我也会针对今年的情况 在技术基本功的打磨和简历优化两方面 为会员同学们增加一些砝码啊 让大家能够与同台竞争者拉开差距 同时呢 大家也要快速分析 果断判断 现在找个班上真心不容易啊 别泥泥歪歪的你耽误了你自己的未来 最后呢 用国家评价袁绍的一句话 结束咱今天这个小视频 就是 多端寡药 好谋无绝 这种人啊 一辈子都很难的 如果你这样一个性格呢 你要赶紧纠正 因为这个性格会伴随你的一生 他会决定你很多的选择 会影响你一生的幸福 大家不要成为袁绍这类人 那好 今天咱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